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233网校 我是今天的主讲教师 林敏老师 十分高兴和大家又见面了 那么我今天呢 主要是对刚刚过去的 2019年的一级教师 试证功务工程管理 15整体做一下解析 那么做解析的目的呢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对于老学院来说 这个可能是一年来 复习成果的一个检验 对于新学院来说 是2020年复习方向的一个把握 因为看头真体 咱们就相当于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对不对 只有知道了真体 他考试的方向 才能够为未来 2020年的考试做准备 那么对于我而言来说的话 也是我对2019年教学成果的一个总结和反思 所以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 主要是对2019年真体 做一下解析和总结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对这个真体做下解析 大家知道 在2019年这个真体出来之后呀 总体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验证了一件事情 这个二三三网校呢 它在整个课程体系设置上面 应该说是非常全面和系统的 那我们从金奖的课件里面 可以知道 在160分的真体里面 应该说金奖部分 单选题 咱们总共重点强调了五分 那么金奖和高频 共同都强调过的考分 达到了11分 那么当然这里面 只要是金奖强调过的 那么高频也强调过的 我把两个共同的考点 放在了一个里面 是11分 那么命中的小季 单选题 一共达到了16分 当然咱们也有4分 是没有讲过的 那么对于多选题呢 应该说金奖班总共强调了10分 金奖和高频呢 共同强调的是8分 命中的是18分 那么未讲的是2分 应该说这个多选题的 这个成绩呢 经验是比较好的 那么因此我们说 从这个选择题来看 应该说考的题型和题目的内容呢 是比较常规的 那么对于五刀案例 今年我的评判是 相对来说题目比较简单 因为比较常规 那么其中案例一呢 我们在金奖和高频 应该说强调的有15分 但是其中有五分呢 因为涉及到了管理部分的内容 也就是这个管理部分内容呢 虽然很简单 但是并不出自于教材 所以呢 这一部分算是我们没有讲过的 好 那么对于案例二有12分 是我们在金奖和高频特别强调过的 那么未讲的是8分 当然这8分呢 应该说主要侧重于实践应用 那么对于案例三呢 我们高频和金奖强调过的是16分 这样的话没有讲的是4分 那么对于案例四呢 大家知道是考桥梁的一个题目 这道题目呢 其实我们在令言的整体当中 应该说对这种题目 见到的应该是非常频繁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它是一个高频考点 就是悬比施工 但是第一道小题应该说比较难 为什么 比较冷门啊 它第一道题呢 考察的是关于桥梁的跨境的划分 而这个内容是在教材2017年新增的考点 那么对于大家来讲 应该是比较冷门 而且很多同学觉得很烦躁 不好背 对不对 但是它考了5分的题目 所以我认为呢 这道题相对来说比较冷门 但是呢 我们在突击班模拟题一里面 正好有一道选择题 对其该考点做了一个考察 当然知道除了这个内容之外呢 其他的基道小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你比如说关于悬比施工法 它这个对施工步骤的考察 对于师徒 那这个在二件和一件里面 其实是均考过的 那我们在金奖和高频是充分强调过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认为命种是30分 好 那么对于案例5呢 我们在金奖和高频里面 是强调了20分的几道考题呢 应该说它主要考察是管道工程 但是呢 其中有两道小题 一道小题是考察的测量 另外一道考题考察是时间应用 那么这两个呢 在教材上是找不到具体答案的 那我们也确实是没有讲过的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认为未讲的是10分 那么经过刚才这个分析之后 我们说我们无论是金奖还是高频 总共可以在课件里面 以及我们音频当中可以找到的这个总分值 可以达到127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在2019年认真将金奖 高频 习题 模拟 以及我们所谓的这个实践 实操题目 这几个班次认认真真听了 我相信大家收获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这是关于对第一个部分的这个讲解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关于考试情况 应该说2019年题目总体难度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印证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考试方向 就是第一 它不光会考察高频考点 而且呢 还会考察 历年 往年的这个真体 它的一些延伸 啊 那么像这个2019年案例三 关于地铁工程的题目 以及案例四桥梁工程这个题目 其实均是对历年真体考试的一个重现和延伸 因此呢 如果今年继续备考的同学 我们建议大家要着重分析一下那年的真体 当然我们讲不是要大家把真体背会 不是看着答案去做真体 而是让大家充分理解案例真体的背景 并且呢 将背景能够还原出来它的现场 去分析它的答题套路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里面我非常推荐的是2010年 然后到2014年这个期间啊 我们一件市政工程的考试题目 因为这四年里面呢 这个题目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大 并且偏于实操 因此呢 我们认为这几年的真体具有比较好的参考价值 另外呢 就是对于教材的内容 我们认为大家必须能够熟悉 并且深入理解 同时能够准确的用教材上的专业术语给写出来 当然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去猜测哪里会考哪里不会考 为什么呢 因为三叶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比如说举一个今年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么大家知道 底因管法其实是夹杂着对顿购工程的考察的 而顿购呢 他的施工从一件的案例题考题来讲 基本没有考过 只出过选择 但是今年却考察了顶管法 其中就包含对顿购的考察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成经法 成经法大家知道 最近几年二件一直考得非常频繁 但是对于一件来讲 从来没有考过 案例 但是今年出了一道案例 而且出的题目非常常规 主要考察的是成经的基本施工的图纸的考察 同时呢 考察是成经下沉辅助的下沉法 因此呢 这些考点虽然偏运常规 但是他却出了一道案例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因此呢 我们认为考试 越来越侧重于对教材的全面理解和掌握 请注意 我们这里面特别强调的是全面 而不是说你只要把真题 只要把高频考点 备会计会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 同时呢 同时呢 实践性的题目增加了 你比如说 对于测量的考察 原本我跟他讲 我说测量呢 他比较专业 想着应该不会出案例 但是今年却恰恰恰考察了测量的案例 考什么呢 就是考基本的概念 考你测量员 或者考你测量的任务分工 哎 那因此呢 我们认为 关于实践实操性的题目 我们还建议大家恶补一下 当然 如果你本身是搞工程的 那这个对你来说 就是雕虫想进 非常简单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说明 建造式的考试 专业性越来越强 但是 唯一不变的中心就是 教材要熟悉 掌握教材是第一步 对不对 对于超纲体 没有必要去究竟 为什么 因为超纲在于意外 对不对 这个意外 谁能把握呢 对不对 我们只能把握的 就是教材的内容 而且我们从刚才已经讲过了 如果按照我们的整个体系来讲 我们预测达到了127分 如果你自己在犯下错误 哎 那你还有多少分 错误的可能呀 哎 你看到了没有 你大概还有30亿分犯错误的可能 这个空间是非常有余地的 因此我们强调 网校制定的课程体系 全面而取取前进 建议大家 每一环节 均不可偏废 当然 有些同学说了 我呢 就认为 我把金奖听了就可以了 我没有必要去上CT班 我就喜欢听案例 专项班 那么我就想告诉大家 任何一位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他都是有侧重点的 对不对 那么只有你把网校制定的 这样一个循环的体系 每个环节都走到了 才能说明你的备考 是充分而完备的 这对你来说 才会万物一时 所以我们认为 光备不练 就是你光去背诵考点 光掌握高频考点 不去做练习 不去分析套路 那我们认为是不全面的 光高频考点 不去全面复习冷的考点 那么有可能均会导致 由于一分之差 而功亏一篑 我多次强调一个理念 同学们在网年考试 应该说 在课余时间 顶着非常大的压力 去准备了一年 甚至是几年 那么你的付出 是非常坚信的 因此我们不希望 大家因为一点的收获 而导致最后功亏一篑 好了 那么我们对2019年的真题 就做这样一个总结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将会对内容 给大家继续进行进一步的 分析 好 各位学员 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题 单选题的第一道小题 形成贺载和在因素 对路面结构的影响 随着深度的增加而怎样 应该是逐渐减弱的 对吧 因为贺载从上往下 在进行传递的时候 那么一般 它需要我们的每一个 路面的结构层 包括上面层 中面层 下面层 逐渐克服了 它的这个贺载能量 所以呢 从上到下 是逐渐减弱的 这样的话 我们在为路面结构 各个层次选择材料的时候 也应该是 从上到下 材料越来越差 强度 刚度 稳定性 也是越来越差的 好了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 贺载时程扩散的状态 好了 那么当然这个原则不光适用于咱们的路面结构 也适用咱们下面的路基结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呢 它是一个超高频考虑 那么在定年考题当中 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道题杆 类清马蹄纸碎石混合料 它的结构类型属于内部结构 那么这道题目呢 首先你得知道咱们的结构类型 包括哪些 主要包括三种 有骨架密实 骨架 空隙 还有悬浮密实 这三种 对吧 这样的话就派出了第一答案 那么这里面给出的提杆中心是 SMA 也就是咱们的类清马蹄纸 那么对于类清马蹄纸来说 它应该具有骨架 这个骨架主要是由粗颗粒 来进行构成的 那么另外就是由细颗粒 比如说也有很多的类清油 将其骨架所形成的孔系给它填满了 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是骨架密实结构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大家应该选择A 其实大家从这个骨架密实结构 它的工程来看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显示了非常大的优越性 摩擦角不仅高 而且年距离也非常高 所以对于SMA来讲 一般情况 它主要用作咱们道路路面的上面层 因为上面层刚才如第一道题目所示 它所需求的强度 刚度稳定性要求是最高的 所以它一般主要用作上面层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虽然说是我们历年来 无论金奖还是冲刺 都跟大家特别重点强调的 但是呢 它在历年考题当中并不属于高频考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土方陆基的压实图检测的方法是什么 那么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关键词在于路基压实度的检测方法 而我们知道路基压实度检测方法 包括环刀 灌纱和灌水 这三种方法 当然大家在理解这三种方法的时候 比如说对于环刀法 它主要依靠这样一个环刀 然后把它打入到土地当中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土和环刀一起取出来 然后再来称量环刀里面土体的质量 所以呢 我们认为环刀法其实并不适用于咱们的大颗粒的 比如说十方的土体 它主要胜于犀利图 那么对于观山法则相反 观山法呢 它呢 它一般情况下是直接在我们做好的路基里面挖了一个坑 对不对 如果你是大孔系的这个颗粒 那么如果你往里面灌沙 沙就会到处流动 因此呢 它也不太适用于这样的大孔系的十方路基 而对于灌水法 它则适用于大孔系的系列的都使用 所以这套题目正确的那应该是A 而在这个选项里面 钻心法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立心路面所用的压实度的检测方法 因此只要看到钻心 它不属于我们这个体干所要求的 所以正确的肯定应该选择A 那么这个考点我们在金奖和高频均重点跟大家强调过 我们当时还给大家做了总结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四题 采用滑膜探布机 探布水泥混土路面时 如果混凝土的摊落度较大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频率去震动 大家知道 在滑膜探布机里面 是有一个震动仓的 这个原来我们讲过它的原理图 那么如果这里给出的关键词是摊落度大 如果摊落度大 说明这个混凝土的流动性是比较高的 那么你如果用高频率的震动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咱们震动仓的 浆槽里面 叶面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话呢 会造成面板包装的浮浆非常多 所以呢 我们就防弃了高频震动 应该用低频震动 那么接下来到底是高速去摊铺 还是低速去摊铺 关心词还是摊落度大 如果摊落度大 流动性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摊铺的速度非常慢 就容易导致流淌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大 当然应该选择低频震动 高速度摊铺 那么对于这个考点呢 其实是2017年教材新增的一个考点 当年呢 我是讲了这个考点的 但是呢 2018年我并没有讲这个考点 原因是因为呢 觉得这个考点不是特别重要 但事实上 2019年就考了这道考点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大家呀 现在喜欢老师讲少 讲的越少 那么大家的负担可能就会越小 所以呢 我在2018年的时候 我当时还觉得这一点不是很重要 我就把我该讲的认为新增的也是很重要的都讲了 但是2019年的时候 我呢 其实把这个考点去掉了 那么这件事情就警醒我 我认为重要的 尤其教材新增的新变更的考点 我觉得今后是最好 不要落下的 好了 当然 这个考点虽然没讲 但是呢 我们整个考分的预测还是比较高的 对吧 一漏一两个问题 也不是说特别大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第五题 下列分享工程当中 应该进行隐蔽验收的工程是什么 这个考点在我们教材里面并没有 但是呢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常识 所谓的隐蔽验收 指的是下一项做好了 那么前一项工程就被遮盖住了 那么只要有这个概念 这套题目就好选了 你比如说支架搭设好了 我们就开始做混入工程了 那这个时候支架并没有被遮盖呀 所以A肯定不选择 那么对于B 机坑降水 那么机坑降水降完了 我们就可以开挖机坑了 但是开挖机坑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把降水工程遮盖住呀 对不对 所以他也是不能选择的 而对于C 基础的钢筋工程 大家知道 只要钢筋做了 然后再来浇荷凝土的时候 那么这个钢筋就被遮盖住了 因此它属于隐蔽工程 所以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呢 题干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而对于D模板 大家知道基础的模板 尤其是我们的策像模板 都是坏路的 对不对 永远不可能被遮盖住 所以呢 我们认为它也不是我们正确选项 所以这套题目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选择C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第六题 第六题呢 它考察的是人形巧 是按照什么进行分类的 说白了 就是考你分类标准 对不对 那么大家只要一看到 人形 供人去行事的 很明显说的是用途 所以这套题目应该选择A 非常简单 那事实上 这套考题 我们在金奖班 曾经讲过2014年二件的真题 这个原题其实考察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题 预制桩的接桩不宜使用的连接方法是什么 这个考点应该在网年是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高频考点 但是呢 在最近十年几乎是没有考过的 那么这个考点呢 我们说主要考察的是 预制桩 如果说我这个桩 比如说一根桩是三米长 但是呢 我这个总共的桩长是九米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两次结桩 对不对 那么如何结桩呢 连接 连接的方法是什么呢 主要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焊接 第二种是繁烂连接 第三种是机械连接 所以这里面的关键词是不宜使用的 资料应该选择答案C 那这个考点呢 我们在经讲的时候 通过图片曾经跟大家重点提到过 比如说大家所看到这里 正在利用焊接的方法进行结桩 那么这里呢 是利用法蓝连接的方法 这里呢 使用机械的方法再进行连接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八题 第八题其实是教材 2018年在变更的时候 新变更的一个考点 这个考点呢 当时在金奖和冲刺 都是重点强调过的 我们认为呢 事实上 对于装配式预制混凝土量 存放的说法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考点 为什么说呢 因为在我们的往年 就非常喜欢考察 比如说预制装的 钢筋楼如何存放 还有我们预制板到底应该如何存放 还有就是我们的现场的预应力的钢筋 到底如何存放 这些考点都是历年的重点考点 那么这个考点既然也属于存放问题 又是新增的 它必然是重点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的答案 日质量可直接支撑在混凝土存放台座上面 那么这里面我们引用我们金奖和高频曾经用过的一个图 这里正在做一个梯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梯量是存放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是台座 台座和梯量之间还设置了支撑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教材原文里面要求说 预制量应该放在台座上面的支撑上 因此我们的A选项肯定是不正确的 好 那么看一下B选项 构建阴暗器安装的先后社区编号存放 这是非常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对于任何一块减质量上可能有多片量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每一片量它到底放置的位置在哪里 那么它的贺载受力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因此位置不能放错 你比如说编量跟我们中量 那么很明显它的受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放错呀 因此肯定是需要给它编号的 事实上 对于任何一片预计量 它上面都是有一个身份证的 上面都喷涂标示了它的编号 它的扎拉时间 它的生产单位等等这些信息 所以我们的B选项也是正确的 看一下C 多层叠放时 各层电幕的位置在数值线上 应该怎样 应该在一条线上 而不是错开 那这个我们在经讲的时候 多次跟大家讲讲过 至于你存放电幕的位置 不光要在同一条线上 而且你的位置是需要通过验算来进行确定的 不是人为你想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的 当然你这个支点处跟你上面的吊环 也应该在同一条纸线上 所以我们的C选项是错误的 看一下D选项 运力混凝土量 存放时间最长为6个月 A 这个选项是要求大家做数字记忆的 不对 为什么呢 最长是不要超过5个月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的正确答案就只有B选项是对了 那么我们在做真题解析的时候 跟大家在复习的时候 套路是一样的 我们遇到一个题目 一定不要说 只把某一个选项高度就行了 只要知道B对 你就把B选出来就完事了 那么行 咱们需要把这个考点 A B C D 所设计的内容都应该弄清楚 弄明白 为什么 今年考的 有可能明年还会继续接着考 只不过呢 两个年度侧中的考点 不太一样而已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 适用于中砂以上的砂性土 和有列系的岩石土层当中 那么一般咱们的筑浆方法是什么 这里面 其实这个考点呢 我们在往年都是作为重点考点来讲的 但是呢 最近几年并没有考过 原因是因为这个书上呢 本身教材内容是有错误的 但是呢 在2019年做了一个变更 所以今年呢 他考了一道这个选择 那么这个考点只要抓住不同的图字 那么他主讲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就可以了 那你比如说 我们知道考题考的是沙心土 一般情况下 沙心土 它的孔系连通是比较不连通的 相对来说 孔系是比较小的 那么一般我们主要用的是渗透主浆 而对于这个沙卵石 因为它的孔系比较大 又比较连通 一般咱们可以用渗入主浆方法 但是如果对于沙村土 除了可以用渗透 还可以用挤压 但是如果对于沙土 孔系特别微小 几乎没有什么连通的孔系 那我们就需要用批裂 或者是电动规划主浆法了 随造挺 正确的应该选择B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十题 沙隧道轮廓 采取自上而下 一字开挖成形 按施工方法 一次进尺 并及时进行出质的方法 称之为什么 很明显 应该是咱们的全断面 对吧 那么这档考题呢 它考察的是 隧道工程 开挖方法 它的内容 只要大家知道 全断面 它的开挖断面图 这个问题就由然而解了 因为它是一次挖掘成形的 所以呢 它的扰动是最小的 所以这档题目正确的 应该选择C 那么这个考点呢 我们在金降和高频均中间强调过 它其实是一个超高频考点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十一题 十一题呢 它所考察的是一个高频考点 这个考点呢 应该说考过非常多次 它考察的是污水处理方法 属于化学处理方法的是哪一种 那么很明显咱们的混凝法 它是属于化学处理方法的 那么一般情况下 它主要是往污水里面加入了混凝器 经过混凝沉淀 那么这种方法 而去除污物的一种方法 那么对于生物魔法 以及活性运营法 它们呢 都属于我们的生物处理法 并不属于化学处理法 而对于筛律节流法 一听用筛子过滤 那么这种方法 很明显是属于物理处理法 因此这里面很明确 正确答应该选择A 那么这个考点呢 按理说 它也是属于超高频考点 金奖和高频 我们都讲过 我们在高频阶段 还给大家做了它的总结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十二题 关于陈景施工 分解制作工艺的说法 正确的是 那么今年呢 应该说陈景唱了一个主角戏 不光选择题考察了 而且按理也考察 那么陈景在我们一键的选择题里面 应该说是属于高频考点 所以我在金奖和高频 都把这个考点给大家列出来了 好 那么A 第一节制作高度 应该与韧脚不分七频 对不对 我们说为了确保 韧脚和咱们主体不分 成为一个整体 一般情况下 第一节制作的时候 应该是高于韧脚不分的 所以呢 A是错误的 看一下B 设计无要求时 混凝土强度应该达到设计强度等级 百分之六十方可拆除模板 这个根据我们的常理可以判断 一定不是百分之六十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教材就没有百分之六十个数字 那么这里面呢 它的要求是百分之七十五 也就是我们在历年的考试题当中 最喜欢考察的一个数字 那么对于百分之七十五来说 比如说先张什么时候放张 后张什么时候张拉 固件什么时候一运都是百分之七十五 所以这道考题相对来说难度是不大的 好看一下 C混凝土施工缝 采用凹凸缝 并应早毛清理干净 我曾经跟大家在高评 跟大家总结过 我说只要是我们的水池工程 那么它的施工缝 要么就是摄制制水袋 要么就是摄制成凹凸缝 对吧 因为只有这样一旦有水 从施工缝流过 那么这里一定会被 止水袋以及凹凸缝给阻止 所以呢我们的C选项肯定是正确的 好看一下 第一设计要求分多节制作的陈景 必须全部结高后方可下沉 对不对啊 不对啊 你可以一节做好了就下沉 如果说下沉了 我们再继续进行结高 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这道题目正确大应该是C 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第十三题 关于沟槽开挖的说法正确实 大家知道对于开槽法施工 它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那么在我们历年考点当中 都是一个高频考点 我们来看一下 机器开挖时 可直接挖至槽底高层 对不对 不对啊 咱们知道 不管你沟槽挖的到底是 咱们的热力管道 还是燃气管道 还是几排水管道 但是不管你挖什么都不应该直接挖到草底高层 应该大概保留一定深度 换成谁啊 人工 那么对于这道题目来讲 你不能直接给出到底溜多少 为什么 它并没有给出管道的类型 那如果你是热力和燃气 一般你留15公分 但是如果你要是对于开挖咱们的几排水管道 那你留20到30公分 所以说这道题目呢 它考察的还是非常有技巧性的 但是相对来说偏简单 只要你有这个常识 你就知道是错误的 看一下 B 槽底土层为杂天土石 因全部挖出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大家知道 不管你是槽底 还是地表 只要你做工程 有杂天土 都是要全部挖出的 所以B肯定是对的 C 沟槽开挖的坡率 与沟槽开挖的深度无关 对不对 肯定是错误的 这个考点在2018年是曾经考过案例的 2019年 二级介绍师也是考过案例的 结果今天考虑到选择 很简单 沟槽开挖的坡率 不仅取决于沟槽开挖的深度 而且取决于土质 地下水等等 还取决于到底你沟槽旁边 有没有放鹤仔 这个鹤仔是近仔还是东仔 对不对 都跟它有关系 所以你的C选项肯定是错的 看一下D 无论土质如何 槽底必须垂直平准 不对啊 你比如说一般粘性土 或者是坟土 那么或者沙土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放坡的 那你像延时 完全可以垂直平准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到底是垂直的 还是放坡的 坡度如何 你取决于土质 所以这个选项肯定是错的 所以这道题目 正确的应该是我们的B选项 好 接下来看一下摄思题 关于泥制防水层 质量控制的说法 正确的是 那么这道考题呢 虽然很常规 但是呢 今年的选项并不常规 我们来看一下A 含水量最大偏差 不宜超过8% 这个数字是错误的 我们说不宜超过2% 这个考点其实我们在历年来并没有重点强调过 那么看一下B 全部采用沙信土 压实做填埋层的防水层 这个题目其实大家很容易知道它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沙信土来说 它属于透水型的土 它根本不具备任何的防水效果 更不要提防射效果了 所以B肯定是不对的 C施工企业必须持有道路工程施工的相关资质 这是不对的 那你如果有垃圾填埋的资质 肯定也是可以做的呀 对不对 看一下D 振动压路机碾压变数 应该控制到4到6遍 这个是准确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说对于我们的垃圾填埋 每年必考一道或两道选择 但是它并不是只考高频常规考点 而是考察不仅考高频 而且考基本概念 而且考往年没有考过的冷考点 那这就是我们未来在复习的时候要注意的 好了 因此这条题目正确大家应该选择D 好 接下来看一下15题 15题大家知道也是一个大冷门 而为什么 因为对于测量来讲的话 一般在历年考题当中 顶多指出一道选择 大人经验不光考察了选择 还考察了案例 那么施工测量 它是一项琐碎而细致的工作 作为人员应遵循什么原则 开展测量工作 如果你是本专业的 只要你是搞图目工程的 造挺你一定会选对 那么如果你是非专业的 那就不好说了 那么我们说 所有都应该是由整体到什么 局部 对 我们一般是先做整体布局 比如说先做平面控制网 然后做咱们的高层控制网 然后再进行局部的碎部测量 对吧 然后一般是先控制点 控制点做了之后 然后再依据控制点测量细部的部位 所以这条题目正确的应该是C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6题 16题应该说是超高频考点送分题 那么施工组织设计的核心部分是什么 核心就是施工方案 这个我们不晓得强调多少次 很简单 正确答案选择D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17题 在施工现场入口处设置的戴安全帽的标志 属于哪种标志 那么这个考点呢 我们其实没有给大家讲过呢 这个考点呢 应该说第一个 它也属于现场知识 对吧 第二个的话 那确实它应该属于不常考的考点 生平考点 那我们这里根据常识 其实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你像一般警告标志 比如说当心出电 这一类都属于警告标志 所以这条题目呢 A肯定是不选择的 那么对于B指令标志 那么就是指令你要去做什么事的 那这个表明呢 是对你一种关心关怀 对不对 那么这个像戴安全帽 都属于指令标志 那么对于指示标志 比如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生命通道 对吧 安全通道 那么应该属于指示标志 那么像禁止标志 大家知道 它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让你在工地禁止吸烟 对吧 那么这个应该属于禁止标志 所以这条题目呢 我们说正确的应该选择B选项 好 那么从这个题目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将教材通途就变得很有必要了 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18题 下列混凝土性能当中 不适宜用于钢管混凝土的是什么 那么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你要知道钢管混凝土 它的混凝土要求是什么 我们知道钢管它的优点是 抗拉性能非常高 对不对 而对于混凝土的优点是 抗压性能比较高 但是抗拉性能比较差 所以你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就是完美受力 因此呢 我们希望钢管混凝土受到贺载之后 这个贺载能够传给钢管 然后再把这个力均匀的很快的传递给混凝土 那么既然要使得你们俩能够均匀传力 那么钢管和混凝土就必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因此它在悬用混凝土的时候 很明显我们要求就不能采用干硬性的了 如果你采用干硬性的 一旦干了开裂 对不对 那么裂了之后 你和钢管之间就不紧密了 对不对 就不能很好的传立了 那自然就发挥不了你们二者之间的效应了 所以呢 我们的第一选项肯定是错的 那么正确的 你应该用早强的补偿收缩的 大家知道 补偿收缩的含义 主要是防止混凝土在强度的形成过程当中 出现开裂 出现收缩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里面加一些膨胀剂等等 哎 补偿它的收缩 不让它长得收缩 对吧 那么因此呢 我们的B也是对的 C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要采用缓银的 为什么 比如说你做一个钢管混凝土拱桥 对吧 那一般我们在注入混凝土的时候 都是从拱桥注入 那么如果你首批混凝土注入之后 在注入后批混凝土的时候 由于钢管混凝土拱桥的跨度都非常大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后批混凝土量很多需要的时间长 如果它已经出力了 那这个时候就会将你首批和其他批次的混凝土之间产生十功缝 对于它的受力来讲 肯定是不好的 所以呢 也应该采用缓银的 那么对于早墙来说 就尽量早点强弄形成 那么早点就可以参与受力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说只有D选项是不对的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9D 19D呢 它是集水排水混凝土构筑 防胜漏构造配金设计时尽可能采用什么 它其实是我们今年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抗点 因为在我们过去的2018年 已经将水池的抗扶措施考过了 那么除了抗扶措施之外 就是防胜漏它考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当时我们重点跟大家强调了 那么既然这里面说的是构造配金 一般构造配金 要求的直径都是小直径 那么一般间距越小越密 那么它的防胜性是越好的 所以这里正确它应该选择D 好 看一下20题 东西施工质量控制要求的说法错误的是 好 这道题目的应该说是一个超高频考点 但是呢 在最近几年基本上没考过 所以呢 今年算是一个反行道而为之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大家知道2019年教材变更比较大的就是立青路面 东西施工内容 但是这道题目并没有单独仅仅考察立青路面 而是水泥路面和立青路面均做了考察 因此一道选择设计的考点非常多 好 看一下 A 粘层 粘层 透层 封层 严禁东西施工 这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都涉及到滤青油的使用 滤青油在冬期的时候 温度特别容易降低 很明显 很容易结块 不容易保证时空是这样 所以A是正确的 看一下B 水泥混凝土 半合料温度 应该不高于35度 这也是对的 就是你对冬期施工来讲 要提高混凝土温度 但是你不能够让它温度太高了 太高了 高于35度 又属于高温的 对不对 又容易导致湿水开裂 因此也是不行的 好 看一下 C 水泥混凝土 半合料 可以加防冻剂 没错 但是能不能加缓凝剂呢 很明显 不能 为什么 冬期施工 本来强度就不易形成 你还加缓凝剂 很明显 会使得工期特别长 对不对 不利于工期的控制 因此C水泥肯定是错的 搅拌时间可以适当延长 好了 看一下D水泥混凝土 半 这说的是水泥混凝土 路面半 对不对 那么它的弯拉强度 如果太低了 低于1兆帕 或者是抗压强度 低于5兆帕的时候 OK 能不能受动 当然不得受动 如果一旦受动 就容易裂的 所以呢 我们的D选项 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里面 只有咱们的C选项 是错的 好了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 可以回去 把水泥路面和 内清路面 东西施工的 其他内容 再进行下阅读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咱们的单选题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单选题 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我发现 最近 一两年 考题的重点变化是 基本选择 五超纲 就没有什么超纲题 大多都来于教材 而且呢 一道考题 所设立的内容 增加了 就是虽然说 都出自于教材 但是呢 难度 它有所提升 怎么提升 我考量去提升 一道单选题 一分 考你很多个选项 每一个选项 都是考察的 不同的内容 比如刚才 我们讲的这套题目 所以说 我们就建议大家 在复习的时候 不要认为考点多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觉得考点太多 会导致你的复习 会太过于狭窄 那么 不能够 从容的应对 现在的考试方向 所以 在进展阶段 我们今后 依然会增加 给大家对 知识点的一个普及 以免大家选择题 做不好 那么基本上 对于暗笔题来说 你肯定做的也不会太好 选择题一般情况下 我们认为20分 那么 你应该确保 你能够得到 16分到18分 是最有把握的 好了 那么今天 我们关于单选题 就跟大家简单 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